好各位同学 那么这节课 我突然想起来 我忘记之前 有没有给大家讲过了 就是Person里面的 关于这个字符串的拼接 其实有个非常好用的 这个关键字 F关键字 我忘记之前 有没有给大家讲了 如果说讲了的话 那我就再讲一遍 如果没讲的话 大家可以学习使用一下 有时候的话 我们有可能要去做 这个字符串的打印 那么在这个字符串打印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参数 是动态的 比如说 我们上节课看到的 这个变量B 它就是一个动态的参数 如果说没有动态的参数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是 一个字符串 对不对 长度是差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直接把它打印出来了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有时候的话 这个字符串里面的锚线 这个变量值 是需要动态去拼接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 其实最方便的 不是用这个加号加号加号 那使用加号的缺点 就是它的可读性非常差 对不对 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是可以使用F 这个关键字的 那我们在这个字符串的前面 写上一个F 然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炸好了 我们就可以取消掉了 长度大于5 然后真实长度为 这后面的我们都可以删除掉了 长度为多少呢 长度为变量B的值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样写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发现什么 得到的这个结果 和我们上节课 用加号拼接的这个结果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它的这个语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再需要 加号去拼接这些层数了 你直接用这个华括号把这个变量的值 给包裹起来 那么Python的自动会去带入这个变量B的值 并且自动的组成一个字符串 那么这个F关键字也是非常有用的 其他的语言里面 多数是动态语言里面 其实像这种是用的比较多的 比如说在GS里面 它的ES在新规范里面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模板字符串的 类似于我们Python的F关键字 这里我强调我们讲语法的话 大家一定要灵活的去使用它 你在理解了基本用法之后 要多尝试着在你真正的业务代码里面 多去使用它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想要代入 A这个变量的值怎么办呢 我们不需要用加号怎么做 非常简单 A的真实长度为B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个输出的结果是什么 应该是长度大于5 然后Python的真实长度为6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长度大于5 Python的真实长度为6 要去灵活的去使用它 好 各位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